Fianna, 今天我幫你準備了什麼材料? 有飯 嗯, 很多飯 是不是炒飯呢? 今天我做了一個炒飯 這個炒飯是特別的 是泰國式的炒飯 看到那個是黃奶嗎? 黃奶? 今天我教你做一個泰國式的黃奶炒飯 泰式黃奶炒飯 很好吃的 炒飯跟我們普通家裡炒的炒飯不同 因為有黃奶 吃起來會酸酸甜甜甜甜 然後又加一些小辣椒 又辣辣的, 很虛偽的 有空就在家裡炒這個黃奶炒飯 這樣做這個黃奶炒飯是很容易的 首先我們準備一個鍋 先幫你燒熱一下 這些就是四碗的冷粉 四碗的冷粉 這些就是今天用到的材料 我用到的是黃奶 黃奶 有一碗仔就可以了 有雞肉粒 這個是蝦蝦肉粒 還有這個是雞蛋 四顆雞蛋 這些我一會兒都用來中式的 小辣椒仔 芫荽 這些是用來中式 給你多點銀色 首先我們先做這個鍋 熱了 然後呢 就加我們的海黃油 先做它 我用到的海黃油 是四到五大匙 因為今天有很多材料 哦 這個油熱了之後 我們現在就做得 用蒜頭麥 先把它爆香 先把蒜頭麥爆香 先把蒜頭麥爆香 首先呢 這個油熱了 放下去 先把蒜頭麥爆香 蒜頭麥爆香 再放些蒜頭麥 放些蒜頭麥 蒜頭麥爆香 如果家裡有一點葱頭麥 也可以加一些葱頭麥 蒜頭麥 這個蒜頭麥 不過蒜頭麥 一般都沒有放少少少少葱頭麥 就是蒜頭麥 就是蒜頭麥 這個就要讓它爆香 這個才能爆香 蝦肉 還有我們的雞肉 雞肉 加進去炒 這個雞肉 如果你吃起來會滑一點 你做得加些調味料 先加熱一下 我用調味料很簡單 你做得加些 這個是它的什麼 魚露 魚露 因為我們今天用到的 是剃角的炒粉 剃角的主菜他們用了很多魚露 我們把雞肉放進去 你看到蒜頭就黃了 我們把雞肉放進去 就這樣幫你 有些魚露 這個雞肉很美味 魚露很香 這個魚露 剃角的炒粉 他們一定用魚露來做做菜 很少用到鹽 來對替魚 因為魚露是鹹的 是呀 魚露是鹹的 然後就是我們的蝦 這個蝦是撕了殼的蝦 你做得用大蝦 洗蝦都沒所謂 看自己喜歡 對 請人吃就用大蝦 在家裡吃的 不需要這麼大 都沒所謂 蝦肉放進去之後 我們要注意的是 這個蝦肉一定要炒熟 一定要熟 因為你看到很多時候 我那些烹飪的學生 都會問我 做甚麼我煮到的蝦 不是很新鮮 不過我煮下去 吃起來又好像軟軟軟 不是很新鮮 因為他們炒的時候 炒得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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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加其他東西 等到蝦炒熟了的時候 就變得軟軟 又不爽口 所以記得 如果你炒蝦 煮甚麼東西都好 一定要炒熟 炒熟 現在蝦肉熟了 你看它全部 看到嗎 煮起來變成粉紅色 就是熟了 這個時候 我們再加蛋 今天用到的蛋會多一點 我們可以用到四粒雞蛋 四粒雞蛋 我們的低格雞蛋就是這樣打下去 放一粒下去 我們就這樣 幫它炒一炒 就這樣幫它炒一炒 又多放一粒 這個黃奶炒飯的特色 就是一會兒炒起來的時候 你的雞蛋 你把雞蛋包在飯那裡 我們用到四碗飯 一碗飯就是一粒蛋 所以你會知道 這個飯有很多雞蛋 包著它 就是這樣 你不需要幫它炒熟 雞蛋不需要炒熟 就是這樣 攪一攪它 讓它半生熟 就是這樣 現在半生熟了 就把我們的飯 現在就可以加進去 這塊飯還可以加進去 這塊飯還可以加進去 因為這個雞蛋還是半生熟 所以我們的飯一放進去 它就把我們的飯全都黏在一起 飯就金黃黃的 金黃黃的 很漂亮 是 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加 我們的調味料 今天我用到的調味料 就是魚爐 魚爐 兩大匙半的魚爐 因為魚爐在雜貨店 都買得到 這個炒飯又特別一點 因為吃起來有些甜甜的 就加半大匙的糖 糖 因為我們的黃泥 會提多一點甜甜的 甜甜的 然後呢 又加一點點的 胡椒粉 和四份遮小匙的雞精飯 是不是不停地炒的 就是不停地炒 炒到它混存為止 怎麼為止混存呢 你看到它粒粒都亮亮了 你看到有很多煙出來 這樣就知道它好了 就是要炒到乾乾呢 是呀 應該炒到它乾一點 炒到它乾一點 你看我炒到到處都是 那現在來加黃奶 黃奶 這個黃奶你不需要剃早加下去 因為這個黃奶生吃都可以 它有很多維他命C 就這樣炒完全去 現在你做得試一下它的味道 看它夠不夠味道 那炒飯就是示範 對呀 試一下它的味道 看它夠不夠鹹 應該夠了 夠了 不要吃太鹹 這樣就好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生火了 因為這個粉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用到一個大型的盆 用一個大型的盆 用一個大型的盆 就拔上去 就拔上去 好重 你看 你看 一粒粒飯都這麼漂亮 嗯 金黃 看起來 夠多雞蛋殼 是 一粒蛋就一 一殼飯 是嗎 就是一碗飯 一碗飯 一碗飯 一粒蛋 剛剛好 現在我們就可以做了 來中式 中式 那時候你最好就是這樣做 我們有很多這個雞蛋 雞蛋 我們把這個雞蛋灑上去 嗯 這個是有成粒的雞蛋 然後幫它做到等絲 嗯 然後呢 我們這裏呢 就做得加點 辣椒仔 辣椒仔 這個辣椒仔 剛才我不敢放下去炒 其實呢 在這個契式的炒飯來講 它的辣椒仔 是一起炒的 是一起炒的 不過我想到我們的蠔仔 一會兒怕她吃得太辣 其實婆婆是疼我嘛 因為不能吃辣 哈哈哈哈 是呀我都不記得 你又沒有什麼喜歡吃辣的 做得加點蔥 蔥 蔥 蔥又加點下去 嗯 那芫荽 芫荽又加點下去 嗯 因為 那個 泰國餐呢 他們 很喜歡用到芫荽的 芫荽 芫荽又挺香的 做得放下去炒 我是想到 蠔仔的小弟不喜歡吃 所以說 哎呀 拆在上面好了 不要加下去 還有那個 這個呢 這個呢 是用來擺 擺靚的 擺靚的 這個擺靚的呢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 將它放在一邊好了 這個是剛才 你切的一個玫瑰花 玫瑰 這個是用到那些 番茄 番茄 番茄的皮 番茄的皮 那個芫荽又做得來煮菜 皮呢 又做得來中式 好 就這樣 就很漂亮 嗯 那些棕色是漂亮很多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 替色的黃禮醜法 我 好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